武漢肺炎 釀成台湾有七例死亡 其实原本会有八死 但这一例被医师从鬼门关拉回来 我们这个病人是因为老太太 她就是从别的医院转过来的 她转过来的时候 已经情况非常的糟糕 我们觉得说 这一个对抗所谓的戒白值 第六戒白值的生物制剂 可能会对她有效 确诊患者是70多岁老太太 到院时严重肺水肿 影响肺部血液循环 整个肺部已经发白 随时可能死亡 得插上液克膜 甚至还曾出现败血性修克 跟细胞激素风暴 用的就是肋风湿性关节炎药物 把它成功救回 这个是现在所用的两种进行 这个是皮下注射的形式 证明老太太使用的 就是过去常用在 这疗肋风湿性关节炎的 抗低六戒白值药物 院方又高尽量施打 使用后两天患者神速康复 S光明显看出来 用药前患者肺部白花花一片 用药之后肺浸润状态 有明显改善 那它大概70公斤 所以我们打了560mg 那一天就是一天把这个计量全部给完 那打完其实隔天照一光就改善非常多 不用锐的膝胃 内风实行关节药物 成功救回武汉肺炎重症患者 台湾医疗再添一笔记录 三选委员陈佑荣台北报道